男孩满脸血字的来到警局前 慢慢从裤兜里拿出一把斧头 说自己杀人了 经过男孩口供 警察找到了男孩杀害的目标 男孩将尸体分解后藏在了楼顶上 很快 警方就将男孩移送到法院庭审 经男孩自述 被害者在学校找他借手机打电话 当时自己的手机也没有电了 于是出于好心将受害者带到了自己家 但来到自己家后 受害者不停地翻动着他的东西 并且在大声喧哗 他的幻听症因此又开始加重 于是他便叫受害者离开自己家 但他却不离开 随后变下了杀心 说着说着男孩竟嘲讽地笑了起来 男孩很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但法官大婶却觉得这件事并没有这么简单 深夜里 他查阅了大量的关于幻听症的资料 在第二次庭审时 法官大婶直接询问男孩是否是因为自己未满14周岁 才愿意来自首的 男孩也很诚实 表示确实如此 然后男孩又拿出自己幻听症的证明 大婶接过诊断书看了看 却仰起嘴角冷笑了一下 原来经过大婶的调查 幻听症无法被治愈 并且患上幻听症的人 无法集中精力做一件事 但男孩却将犯罪现场打扫得十分干净 所以他断定此案肯定还有第三个当事人在场 经过法官大婶层层调查 在案发现场的电梯中 监控却拍下了和受害者乘坐电梯的第三人 当法官将这个事情告诉男孩时 他却变得格外激动 这一举动更加能确定自己的推断 于是他便派自己的助理前往警局 调查男孩自首时的表现 经过警局门前的监控显示 男孩在向警员自首时 目光却看向另外一个方向 经过调取另一监控发现 在男孩看过去的地方 有一个女孩正注视着他 这个女孩和电梯里出现的那张脸一样 经过调查 那名女孩是一个十足的网瘾少女 唐七在一家小网吧内上网 于是法官大婶便悄悄地来到网吧找人 但来找人时却受到网管的阻挠 随即他拿出自己的法官证 并告诉网管 说完就又开始找人 这一番操作着实把网管吓坏了 没过多久 他就在一台电脑前将女孩找到 并带回局里调查 审讯室里女孩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始终不肯招供 法官拿出她在案发前和男孩的通话详单 一旁的委托律师却急忙接话 说是打错了 法官又拿出笔在详单上找出很多条记录 并明显地标记给他们看 狡猾的律师却让当事人使用沉默权 当法官拿出她和受害者在电梯里的监控画面时 女孩却表示只是碰巧遇到 很快审讯的时间到了 并没有问出任何结果 他们只能将女孩暂时收押 第二天一早 委托律师就将这件事传到了媒体那里 新闻上很快就报道了此事 所以他们必须尽快开庭审查女孩 法庭上 由于种种证据都足以证明 女孩曾出现在案发现场 女孩的律师不得不承认她杀人弃尸的事实 但是她并非主观意愿想要杀人 而是被迫的 但陪审却拿出了男孩和女孩的聊天记录 男孩曾在案发前就询问过女孩 被害者是否已经死去的信息 在聊天结束的时间之后 才出现了女孩将被害者带到男孩家的画面 很显然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 就在这时 辩方律师却请来了一名精神科医生 声称女孩患有严重的妄奖症 就在这时 男孩却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 由于女孩的作案过程十分残忍 就不再次一一阐述了 最后法院宣判 女孩因为没有满18 但是已经超过14岁 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男孩则因为未满14岁 且并非她行凶 被判罚第十号处分